中国载载航天又创造了多个首次 首次实现两个二十灯级的航天器载轨交汇递接 首次实现空间站舱段转位 航天员陈祖首次进入问天梦天实验舱 开启中国人太空三局史时代 首次实现货运飞船两小时自主快速交汇递接 创造了世界纪录 首次利用汽载舱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 并创造了一次飞行任务三次出舱的记录 首次使用组合机械臂支持航天员出舱活动 航天员陈祖首次载轨迎来货运飞船的来访 此外即将首次开展飞行陈祖的载轨软 迎来六名中国航天员同时载轨飞行的历史时刻 按照计划神舟14号陈祖返回前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他们要把空间站设置为六人载轨模式 为新陈祖的入驻做好相关准备 陈祖轮换期间主要完成空间站组合体 与物资状态以及实验项目的工作交接 同时神舟14号陈祖还将为返回地面 继续开展相关针对性的准备工作 修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